诚意新剧英雄志的剧组工作人员在某评论区为诚意发声 愤怒表态 一个敬业的好演员为什么要污蔑人家 该工作人员还表示诚意很尊重工作人员 当工作人员询问他一些喜好 诚意从来只回复 你们专业 听你们的 同时还替诚意澄清 不喜欢造型而要求重拍重头戏 的网络传言 据悉 近一役 诚意拍戏腰伤复发 剧组已第一时间安排副医院检查治疗 经诊断为腰部扭伤及腰椎肩盘突出 经初步诊疗目前伤情稳定 但近期需避免负重及剧烈运动 郑义诚近期突然受到不少关注 主要是因为此前和诚意共同拍摄英雄志 但在诚意受伤后被牵连下场 遭到一些不理智的诚意粉丝疯狂辱骂 事情逐渐发酵后 郑叶诚的好友鲁嘉亮扑然发文表示自己实在忍不了 必须发出来 晒出各种聊天记录以及合照还原事情真相 这位郑叶诚的好友表示 一月初郑叶诚就联系他告知训练过程中膝盖受伤 不想耽误工作所以希望尽快安排治疗 恰巧自己刚断了两根韧带 所以把医生推荐给他 郑叶诚在一月六日进行了半月版四分之三切除手术 术后第二天就努力复健 静养期也直接奔赴恒电等待剧组安排 为了证明自己的可信度 他还晒出了聊天记录以及照片作证 能够看到拍摄的时间地点 以及聊天记录中的时间都和这位好友说的对应上了 并且医生也表示郑叶诚人很随和 郑叶诚的好友之所以会忍不住发声 是觉得看到网络上有太多关于这件事的不实言论 自己其实已经联系了郑叶诚想要发出来 可郑叶诚不想再制造新的话题 实在没想到居然还有人在各大平台发布假消息 简直是太气人了 评论区也有不少粉丝都在感谢帮忙澄清发声 粉丝帮忙整理了一下郑叶诚的形成图 能够看到郑叶诚一月初受伤之后就立马开始复健 为了这部戏切了四分之三的半月版 因为签订时间内未完成拍摄 所以配合剧组延长一个月直至杀青 要知道半月版是切了就没办法再长出来的 为了拍戏郑叶诚确实是很拼了 难怪粉丝好友都替他委屈 随后也有不少网友帮郑叶诚说话 大部分表示对他很有好感 还有不少人问 感觉他平时挺低调的 不知道这次惹到谁了 之后也有一位微博博主表示 只说一句 郑叶诚的业内评价很好 也算是帮忙维护了 还有和工作室比较熟悉的业内帮忙说话 表示郑叶诚非常敬业 不可能为了商务耽误拍戏 戏比天大 这么多相关人士都在帮忙说话 可见郑叶诚的人品是没话说的 其实事情最初 成一一次受伤后话题登上热搜 当时有不少粉丝将矛头直指郑叶诚 认为是因为郑叶诚用了替身而导致统筹不当 成一超负荷拍戏才受伤的 本身就显得有些无理取闹 之后工作室发文对相关情况进行说明 表示成一失腰伤复发 目前商情稳定 希望大家不要过度关注 以及进行不必要的猜测和发赞 也是为了安抚粉丝 但仍无济于事 郑叶诚的工作室也赶紧发布声明 让网友别再发布不实言论 可仍就有大量成一粉丝跑到郑叶诚工作室评论区 流言阴阳怪气 承起粉丝攻击成一 结果被扒出成一粉丝更早骂了郑叶诚 现如今有了相关人士出面说话揭露真相 部分成一粉丝也有些控不住场了 路人也开始吐槽成一粉丝无嘴 直接表示公道自在人心 对于这件事 网友们还是很理智的 可惜成一粉丝还不知收敛 对朱医生也阴阳怪气搞针对 企图网报医生 实在是太没必要 看完整件事 只能说郑叶诚确实无妄之灾 本身就是被无辜牵连 为了避免事态发酵 不希望制造话题 所以让好友不用出面 想低调一些 可惜后续依旧有人造谣 还是希望诚意的粉丝理智一些吧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带坏的只会是诚意的路人员 遭到反噬就得不偿失了 好